博焰 蟹黄 鱼丸 你看这鱼丸 它都颤抖 这就做出顺庭了 其实胡大师今天做这些菜 两方面都适合 蟹黄适合企业 大型高端的东西都行 博焰菜 家庭版的我们不要蟹鱼丸 不要蟹黄 我觉得要到这鱼丸做 它也挺漂亮 鲰鱼啊 白鲰鱼 家庭做的话 咱直接买鱼肉可以不可以 可以 直接买鱼肉当然是好的 你这还得载鱼 载鱼 对 对 家庭来说还是有点难度 对 从专业厨师来讲好 这个可以一与两吃 你看 擀一块 鱼头可以做 拆毁鱼头 小点就小点 拆毁鱼头也可以做 鱼骨肉一煎 可以熬头浓汤 白汤 是吧 煎完一煲一煮 你看他们黄洋菜 还有用草鱼的 但是家庭用这个 还有用好多鱼 什么鱼都要做 黑鱼 什么鱼都要做 这就是贴着鱼骨头 骗的时候 孙哥 你听见点嗓声 你要不听得嗓声 就没有贴着骨头 可能就会造成这个 很多鱼肉粘连在骨头上 国宴的时候 做鱼碗的 过来讲的话 一个是白莲 一个是桂鱼 这两种鱼是最好的 我们都试过很多次了 其实咱们除了白莲 说花莲做 家里边做也可以 花莲的话 这也稍微差一点 差点意思 其实 花莲肉 胡大师都跟你说了 用白莲就行了 白莲的鱼也不贵 用好碗 你飞在台上 太小了 你说鲑鱼 宴席用鲑鱼最好 家庭版 咱用这个鱼也好 宴会还得看标准 对 你要标准高 就得用好鱼 骗鱼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 少一点 开一开 这个具备这个地方 有的人这一块肉 你这么 开始这么骗的话 把这块肉就浪费了 对 先把这块肉贴着鱼骨头 对 先把这块肉 这块肉贴着鱼 对 贴着鱼骨头 你看看 是不是 这天我去玩地了 还真有好多人骗鱼 就是他那骗鱼 跟咱们招访是一样 包括TG 就没有系统的学习过 是吧 TG 年代我们一个广东师傅 我以为他的刀快 其实人家就是技术好 真快 什么刀都行 是吧 对啊 这个鱼骨就包个汤 对 我们不用这个 在斩鱼的时候 这个鱼模一定要取掉 不取掉的话 这个是新的 嗯 就把这个带刺的块给剃下去 对 对 再就把它洗干净了之后 可以 炖到 嗯 这个剃鱼肉 我们就把这个鱼肉给它剃下来 这个刮的时候 就得这么一点一点点 过来刮 你看到没 这个 这个 这你切的话 这个里面这么多刺 这么多刺全在里面了 就是咬的口感就不好 对啊 你看这个 这个白的 白的就进 你看啊 你看这都是 所以这个就是技巧和细节 是吧 你要是切的话 这些 进去了都进去了 都进去了 再照一下 照一下 照你看啊 拿凉水泡一下 对 你可以 还得 为什么要使凉水泡啊 把这个血水的东西给它 它还能白 做出这个鱼碗它能白 要有冰更好 为啥加冰块是 其实加冰块呢 这冰水它一积呢 这肉呢 其实它那个 很快就释放出来了 就那个脏冻也 然后呢 它还有冰锥之后 它的鱼还更有弹性的 肉糊了是吧 对对 你看到不 这个鸡 鸡肉呢 鸡肉就差不多了 剩下这个你可以烧着吃 可以熬鱼汤 鱼汤煮汤 煮汤吃过也行 这个鸡肉 这个果腌的姜啊 基本上各度取皮 这个皮啊 你可以煮汤用 煮汤 煸点姜油 把这个准备一点姜 准备一点葱 胡萝卜 胡萝卜 我们挂的那个胡萝卜 一样挂肉是吧 对啊 挂肉炒在鲜黄里面 这个这不是也是黄的吗 胡萝卜挂出来 不是也是黄的吗 一个是 你那个鲜黄太贵 一个是增加一点这个 还有一点盐度 那企业也适合 企业也是 企业也降低成本 一样的控制成本 对 家里边也降低成本 无论企业也 国员就不能降低成本 国员加点这个颜色 家里的颜色还够好 颜色 这个颜色好 包括颜色也好 荣耀成本 对 这你真是说对的 荣耀成本也好 他说这个 杯子红萝卜素 我介绍了 姜那个切吗 不能吃出姜的这个感觉的 但是要吃出姜的味道 对 葱 越细越好 对啊 这个葱你看它 它处理不整齐 有的人把它切过粒 它剁 有大有小 剁一碗 这个剁 对的完蛋了 剁跟切出来 它不一样的葱 当时我学徒的时候 就是 就跟师傅说 我这剁一剁就行了 剁一剁 这个葱都发粘 它跟那个切出来 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你这个不行 这个就是我们在 我在学师傅的技术 岩石出高度 是吧 你要一对完了 对啊 再把那个 鲜花 剁了啊 你要是在那个大会堂 国宴那个讲的 我们那个讲的这个鞋房啊 鞋都是新鲜的 就是活蟹 活蟹拿过来蒸 蒸完了之后 就拆完了之后 就把这个鞋房给它 豁出来了 但是在家庭要是做的话 咱就可以买现铁了是吧 没必要说买铁也拆去了 就你家里面做的话 这成本太高了嘛 也费事儿去 你要是家里面做的话 你把这个鞋房还得八半天 家里面就不需要你 你就买一点这个 现成的过去做 但是呢 你不要做鞋房鱼碗的话 这个做鱼碗这个也可以 家里面吃 是不是 得把这鞋房是黑的 我刚说黑的那个是吧 要不你颜色不好看 经营上才得有一个卖相 家里面不用了 这个现在多多碎 要不的话你包的时候不好包 其实说这些的话 这个人家郑说 当时叫我来 我说你也是国家的 就是我说你做的 但是你做的 你做的也好 但是你做你呢 就是为什么要叫我过来做 他说你过来做又多了一种技术 我就到后来 我就我也想了 我说到老饭谷做什么呀 我们搞国宴的 我们就做点国宴 国宴菜 对呀 就做点国宴菜 但是呢 可能有的人 说这些的话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好 你世界这么大 肯定有的这个事物比我们做得更好 但是呢 我们借着老饭谷这个平台呀 多个网友说一说一说 我们能知道的 是不是呢 因为我们也这个岁数了 真正的要动锅 要动什么东西咋没 您所经历的这些菜肴是吧 大美食 对对对 那花是咱这蟹黄是剁 咱要是用那个刀给它压一下 或者一个打碎不也行 打碎其实不太好 压它压点了 对 不好看 就成炸 炸就成炸了 它为什么要剁 有颗粒感 有口感 还有一个有什么呀 它出来美观 这还不能特 特别热的油 这不能特别热 热的就糊了 要不你葱姜就糊了 糊了 对 对 不能特热 它还要这蟹黄的颜色 你种就完了 对对对 大家注意一下 油温千万不能高 油温不能高 不然不能大事了 对 对 让它你看看 你看 热就得离火 热就得离火 蟹黄 胡萝卜 胡萝卜绒 也不用特 小伙小伙 这太小了大爷 猪虎 没事 一会儿 猪虎 对对对 咱们炒葱姜是不是小伙 胡萝卜绒 漂亮了 更鲜艳 更鲜艳 是吧 这个草就香味了 这是高汤 来点高汤就行 没高汤加里边来点水也行 这要做点 加净板的 这要做点纯鸡汤更好厚 要有那个调好的鸡汤 青鸡汤 青鸡汤 那我鲜的 那炒出 好多油了 对啊 对 你看黄牛出来了 你看 多漂亮 里面加点酒 老饭骨黄酒 稍微来一点点盐 稍微来一点点糖 来点糖 对 糖可以少搁点 因为胡萝卜它本身也是甜的 对 对 这些东西都是少量的 少量的 对 少量的 咱们有个底味是吧 对 对 这是淀粉 增加它的粘度 以为咱们下一步好操作是吧 对 要不然它稀里往那儿呢 炒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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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已经炒好了 炒好了 炒好了之后 之后我们等它凉一凉 凉一凉 给它做中那个小球 像这个可以搁冰箱里吗 搁冰箱可以 胡萝卜 可以啊 可以 我给你放冰箱正呢 为什么你现在烫手啊 你现在要做的话烫手 冷冻冷冻 这个是刚刚刮下来的 鱼腻子 主要是把这个 这个水割得干净 咱们好打 为什么要把这个水挤干净呢 你加点葱姜水它有味儿 十来十五克 割到大水底里 葱姜水 500克 对 弄完了这个锅炉 差不多了 这咱们就把这个粗筋给它过过就行了 对 过过 行 那家里就没必要那么细了 对对 葱老师您都吃吧 家里做 家里面你不要这么细 就是但是吃这个老家就粗了 就是口感 对 口感就差了 最好还满一锅 家里边 看 这盆鸡 一丝一丝 对 对 那你肯定不过过肯定不行 来 看来 这就是那个什么活了 这个那么死劲的活了 死劲活了 来 我来 您就交给他吧 交给我 您就加盐吧 加味 如果有盐 加东西 然后我来搅 加盐让它迅速凝固起来 要不然它不粘合 对 盐的作用下它就粘合了 一个这个 一个它就需要体味了 加了三色盐 还会你这慢还几块 对 对 受劲了 哎 这是基本上就是500馅 对 就500馅楼配 我现在就收50吧 5152 53594 556 5758 5960 但抽着抽着 但是这个不行 抽不了 就只能打 抽不了 这个我们都过在大阶段 大阶段都试过 但抽着不行 不行 就点人工是吧 对 人工丧劲 来 来 三十件 连着 来 来 来 我再给你加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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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 这还要 你倒住 盐青一会来了 要得30下 对 盐青等最少50下 50下 50下吧 那行 50下起步 50下起步 100下吧 嗯 加盐青 加盐青 你现在稍微打一打 现在 打法了就行了 这个加完的签它会更细腻是吧 对啊 更滑嫩 还得放点粉的 约米粉 每加一样成为材料 没杨户扫牙 给这样看 酱粉主要叫它凝固嘛 对 增加它的粘度 对 淀粉一个是凝固 一个是嫩嫩 完了咱下锅的时候也不给你散 对吧 你看这个 来 我再给你加点油 打得这就差不多了 最后的啊 我尝量 打油啊 为了发酱 又捂一下 上了劲就加 我们打的时候这么大的盆一大盆 手打啊 就是什么 那够意思 尝量 别算什么呀 你这都是师父干的活 好 你也做了 好 好 我再给你看看 你看胡老师打下 你看胡老师的素 尝量 你还是不行啊 胡老师做岁数的 火刀未老 火刀未老 不 你看看 你看胡老师的 你这功力还是不行啊 尝量 你看看 真的 这就行了 这看不见了 这几下就放了 对啊 胡老师这几下顶你几百下 把这个放在冰箱里边 这一项 我们好做蟹黄 下一个做蟹黄小盐球 是吧 对 就是圆的嘛 圆的就行了 我做圆的就行了 这么大啊 这个包在银翼子里边的是吧 对啊 好 好 馅儿 是吧 蟹黄一边嘛 馅儿 胡老师现在咱们下丸子了是吧 对对对 咱们就开始挤上 这是我们刚刚打好的鱼腻子 这是做的那个鲜黄 做的这个球稍微动一下 这个现在我们开始挤 你看啊 就这么挤 把这个球往里面一放 一碎 一封口 对 好 我再来一个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跟鲫鱼丸子一样 穿丸子的手法 穿丸子的手法 对 这个弄平了之后 把这个球往里面一放 往里一放 这个 这个馅儿必须要动一下 不动容易散 往里一散就散了 你要动越动越来 对对 别动死了 对 千万别动死了 动上别动死了 就行了 这最好 冬硬了 对 冬硬了 嗯 凉水下锅不要开火 做完了之后再开 开火了啊 对 开火了 你看 这个为什么要凉水 白更白 发了水之后啊 有的时候就是给你画了 画了之后它就不在中间 对 这得慢慢的浸熟 对 这得慢慢的浸熟 浸熟了之后把它捞出来 把它捞出来使鸡汤一灰 简易的咱没有青鸡汤了 咱就来点酒 它能爽点爽 您说的颜色 对对对 淡茶色 然后我们调点味精 调点味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鸡汤 咱们得调点味 味精和盐 别的不能搁 盐味 盐味 别的不能搁 你看这嗓 也有点淡鸡汤饿 鲜红鱼碗 鲜红鱼碗已经做成光了 鸡汤喂鱼碗 我们等一下就勾点钱 鸡汤喂鱼碗 对 咱们先把鱼碗捞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先把鱼碗捞出来 就勾完鱼碗一泼 对 来 捞吧 嘿 这色的 这个粉叉显得更白了 什么粉 颜色白 而且有劲儿 这个够钱够的什么成的 二六千就行了 钱不要太粗 稍微来一点点盐 酱油就行 一点点就行 放点油 放入点油 好嘞 咯 protection 蒙是 很烂 眩上一头看看 鸥眼 你看这鱼丸 它都颤着 你看这就是 dedi 喝口水 我也尝一个 好滑 这道菜将近三个小时完成的 说真的是 胡哥站着后脚都疼 没动过吗 一直跟俩那样的 我跟你说啊 但是大哥 就是再辛苦再累 我觉得能把真正的国宴大师的菜 奉献给我们的朋友们 再辛苦我们心里也高兴 其实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 你就照着这个视频做 就是即便外行也能学 也能学着 就能 基本 这味道能 它不走味 它也不迪迟 今天呢 因为我们已经三小时了 说实话 有点 有点累了 连于三小时 所以说呢 这个如果 这个激腻呢 为什么不是特别圆啊 在家里边无所谓 这鱼腻的不是特别圆 最后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在冷制的时间 如果说我们要冷制 冷制时间够了 在冰箱里边 它 黏度非更大一点 要四度没动的时候 它已经黏合力特别强了 这时候你散了几多圆的 所以现在你看是卸的 它现在是散的 它不拿劲 如果在这基础上 再冷却一小时 我跟你说非常完美 其实这是挤圆的关键就在这儿了 一定要放冰箱里边 所以说所有的朋友和我们专业熟知 按照这个方法 一定要制冷之后 再做这个鱼饶 那就完美了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范谷 吃饭不含糊 其实老范谷做的每一套菜 就是做完以后 它不但说有过程色香味 吃起来实实在在咱们说 就好吃 吃起来真的好吃 老范谷为什么包括我们初期 也代表老范谷去做菜 包括上卫视做菜 他们都也吃光了 他们也吃光了 别说 这是电视电视台 就是我们俩去拍摄 就是很多录制的 哎呀咱不能说那句 说你不好啊 就是可能人家没有感觉 像老范谷二白这样的做完以后 他们开始炒出这么细 这么惊艳 这个味道各方面 不是我们就是按照老范谷这种 这种精神去一直在移 这延续传承的 延续传承的 对我那不是说特定的 就表现自己 是不是